回到新闻现场继续为您报道 台中神刚有一所国中传出疑似体罚的事件 有学生投诉两名国三学生因为迟到被老师罚站 而这两个学生在教室的置物会磕下了不雅的脏话 结果被两个老师甩了三十个巴掌 事后两名老师向学生以及家长道歉 强调他们只是轻轻地拍脸颊警告一下 但是学校还是决定要召开教评会讨论如何处分 两名学生投诉遭到老师甩了三十多个巴掌 校方还原事发经过 在这边乱画乱画 反正这个变得很妙 对对对 都很深 他们就是先写没事做 就是叫他写作用他不行他就在那边磕 台中神刚最锁国中 两名学生表示 六号上午因为迟到被老师罚站 却在置物柜上磕下不雅字眼 还被老师教到办公室训话 却被吴姓和詹姓老师甩了三十多下耳光 在我们那个在办公室里面 可能有一些人看到 他觉得说在公开场合 他被人家轻扶那个脸颊是 很没有面子的行为 学生表示自尊心受挫 不过校方澄清 老师只是轻拍两个人的脸颊 并没有明显用力 另外一名老师经过 顺手拿起白纸卷成筒状 敲了两个人的头 而校方表示两名学生因为比较顽皮 被列为特别辅导对象 可能是遭到处罚 对老师心生不满 我觉得老师并没有错 对啊 或许行为上跟小孩子的认知 有所差距 其实我觉得老师都还OK 家长出面为老师缓甲 接受老师的道歉 不过为了审慎其见 校方将透过召开教评会 或考机会来决定如何处分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得林健身彭幻群 台中报道